他念念想这道 心想四成 意念主宰了一切 念头是我们选择最重要的 第一个因素 所以念佛重要 我们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了 那我们就会选择阿弥陀佛 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 如果念念 贪图五六六成的享受 那就当过鬼道去了 贪心生过鬼 成会是地狱 决定不能有成会 遇到什么样的苦难 也没有怨恨心 别人怎样害我的时候 没有怨恨心 也没有报复心 这是成就自己 提升自己 如果一念错了 一念错了就到我道去 一体相及 这一条诗说 为主法一体 更互相忘 群体行对 这什么意思呢 他下来讲 人具有体无体 方尘缘体 若一缘有体 能其住缘 这皆是夜缘 若夜缘无体 所其之缘 即是住缘 夜缘有体 无体 无体即耳 住缘有体 无体也然 均匀 一节十多 多节十一 这个里头 他有 后头 有小柱 全体行对 是说 有无之体 更互行彼于度 是讲这个意思 有无 是讲物质现象 我们夜半讲啊 空跟有 那 这个地方讲啊 有跟无 无也就是空的意思 华言境界里面 空有 空有 不二 空有 也如啊 啊 这个 一体 相机 后头还有 相入 相机 就是啊 那空有 怎么能就是 啊 怎么可以说是 空就是油 油就是空 啊 这个意思啊 深了 啊 所以就 若夜云有体 能起住云 这个夜云就是夜法 夜法的因云 啊 这个法的因云有体 能起 能起住云呢 这是夜云 如果这夜云要是无体的话呢 它所起的云就是住云 那就是众多的云 啊 这个里头有一云有多云 我们从佛的四源来观察 清云 有没有体 清云云一般讲 阿赖耶的夜夕中子 啊 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 它不是物质 啊 阿赖耶里面含藏夜夕中子 无量无边的 不但自己 过去现前所造的 啊 无论是有意无意 你所造的 阿赖耶的落影响 啊 这个是 遇到云起现性的清云云 啊 种子很多 没有现象 这再次的讲呢 就属于无啊 阿赖耶员无体啊 阿赖耶的夜夕中子 他遇到什么云 哪一个种子 就被他引发出来 去起现性了 啊 那么这将是法界了 啊 人法界 啊 你为什么回到人间来 啊 过去深重 由 无界 是善的 这是到人法界的 情音 啊 无界 中凭是善 是人道的 是人道的 业音呢 上平 实善呢 是天道的 业音 啊 过去没有修这个 不能带人身 啊 啊 过去修了这个 这个 因 啊 你回到人间来 这将情音 有情音 还得是有所远远 所远远 也是 这烦恼吸气 啊 啊 不叫吸气 中子 啊 他 有意 啊 就是 我们讲 意识里头 意识里面 喜欢这道 啊 他在中阴里面呢 他没有把这道忘掉 他念念 想这道 对 心想四成吗 这意念 主宰了一切吧 啊 啊 念头是我们选择 最重要的 第一个因素 啊 所以念佛重要 我们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了 那我们就会选择阿弥陀佛 这个 这个太重要 太重要了 啊 如果念念 贪图五一六成的享受啊 那就到我鬼道去了 啊 贪心是我鬼啊 成慧是地狱啊 啊 决定不能有成慧 啊 遇到什么样的苦难 也没有怨恨心 啊 别人怎样害我的时候 没有怨恨心 也没有报复心 啊 这是成就自己 提升自己 如果一念错了 一念错了 就到我道去了 我说对别人不利啊 只有三分 对自己不利 至少有七分 啊 这个今天我们讲缘起发的时候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 啊 在日常生活上呢 真的要小心谨慎 啊 我们无事介意来 生生世世 脱离不了轮回 就是这些习气 没方向 所以 随意流转啊 啊 这就错了 啊 有了人道的业因 啊 还对人间还有留恋 啊 人间留恋是什么 亲情 是第一 啊 债务 啊 另外就是什么 我们一般讲 好恶 啊 啊 喜欢的 啊 他报恩啊 啊 啊 怨恨的 他报仇啊 他 他就这么来的了 这个都讲到 叶缘跟多云 啊 你看这个里头 有多云 有很广泛的 啊 有叶缘 啊 叶缘找到一个目标了 啊 叶缘有体 啊 能其助云 几十亿缘 啊 所以我到人间来 啊 投胎了 这一缘有体了 啊 意念 主要就是将 阿赖耶 啊 神识去投胎 有了个身体了 啊 能其助云 这是一缘 啊 那个五体的缘呢 俗气的缘呢 那个缘就非常的广泛 啊 我们也用这个阿赖耶里面含藏的 吸气中词 啊 哪一个缘先 起现行 那是语言的力量 啊 这个缘 所缘 所缘缘 跟无间缘 无间缘是坚持 不改变 啊 如果念头一转变 立刻就去变化了 那念头不改变 一定形成了 啊 一定就结果了 啊 这样看 你才晓得经商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 就是无量因缘 没法子计算的 啊 这无量的因缘 要晓得 都是最初那个一动 一念不绝 啊 这一念不绝 就在自性里都变成了 那个阿赖耶出来了 啊 由阿赖耶变现了世界 变现了我们自己 自己是真宝 宇宙是异宝 啊 除了自身之外 通通叫医宝 医宝里头有人似的医宝 人似环境 物质环境 自然环境 啊 没有修佛 不知道 不晓得四十真相 有分别 有知识 哦 这个事情麻烦大了 学佛之后 哦 知道 分别执着错误了 啊 放下分别执着 境界就提升了 啊 境界提升不了啊 使你 你爹 你爹 分别执着放不下了 那我们今天知道了 啊 真的明白了 一定要放下 啊 不放下 谁吃亏呢 自己吃亏 自己永远不能脱离六大轮回 啊 啊 啊 现前我们遇到的环境 对修行人人来说 是好环境 啊 为什么呢 大规模的灾难 现前 你才知道真苦啊 你才真想处理啊 如果这个环境啊 啊 世界太平啊 你也不想离开啊 你说这人家还不错啊 啊 阿弥陀佛建议你还不想去啊 这个世界的好处 我享受到了 极乐世界只听说没看到 那个运行不坚固啊 所以 对真正 修行人来讲 啊 所以这环境哪有好坏呢 都是没有一定的 啊 就是看你的念头 啊 你是怎么看法 啊 如果在这里警惕到了 啊 这个世界真的不能再住了 这不是很好的增上缘吗 啊 帮助你救 帮助你这一生成就 啊 所以早年呢 我说了两句话了 这世界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啊 啊 毁谈我的人 啊 毁谈我的人 障碍我的人 遍害我的人 都是好人啊 哪是坏人呢 不管他是受什么念头 干这些事情 啊 如果我们救了 我们统统受到 恩惠 啊 啊 所以 人 要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这个对自己的好处太多了 啊 啊 所以一定要用智慧去观察了 不能用 不可以用情绪 情绪 很麻烦啊 啊 用智慧 不用情绪 啊 啊 啊 尼 佛 啊 尼 佛 啊 尼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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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